来自美国 韩国 葡萄牙 日本 港澳 荷兰 马来西亚及加拿大等八个国家 超过200个选手在实践大学竞赛 教诸世界褚王的殊荣 连续三日 世界褚王台北争霸赛美食嘉年华带来精彩内容 除了厨艺竞赛 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作品 美学食堂 示范教学等周边活动规模盛大 我想这次在经过国外八年以后 我们这次最难得的是还在这个疫情过后 还能够邀请大概十个国家地区的来自全球 大概澳洲 欧洲 美洲 然后加拿大等国家 大概有两百多位选手来参加 这个是我们海外选手的部分 那我们台湾选手这次也非常的踊跃 来自全台湾有北中南的我们的好手 也都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 所以就比赛规模来讲的话 是我们历届以来所有国际赛事 国际厨艺赛事最棒的一次 这个是我们的规模 当然这次的特色是我们除了比赛以外 为了让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参与 所以我们集结了银下夜市 还有原住民美食区 还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胖卡美食区 希望我们的所有民众来这边 除了赏厨艺以外 还可以平美食 这一次我们是世界厨房 在台北办 那这个是在八年 这个魁为八年之后 再重新的回复来举办 那这一次的这个规模 比之前的都来的大 除了这个选手的比赛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这个美学的展览 给人家看我们这些经过 不管是蔬果雕 或者是这个翻糖 其他的各种的我们美食 来做一个展示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 那另外还有就是美学 就是美食教学 这可以特别请了很多的大师 在这个现场来接受民众的提问 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他也会现场的作答 同时呢 那在晚上有两场的这个主厨的 所谓的这个中博筛之夜 那也会用这个伴桌的形式 来宴请这些比赛的选手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 我们地方上的士绅跟我们的一些贵宾 那在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布兰会 这个就业布兰会搭配这一次的活动 一起来举办 也希望能够透过有八个摊位 那也有都是属于这个餐饮跟这个旅宿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产商来设摊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来希望让这些有兴趣在走餐饮旅宿这一方面的工作的人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这里来寻找他有兴趣的工作 所以这几个特色在今年来讲是跟以往只有办比赛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一次呢除了结合了比赛以外 还有就是教育的训练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业的媒合求职 那这些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想这一次的活动除了我们用心的举办以外 另外呢一定是可以针对我们台湾 尤其台北市的商圈还有夜市的一些经济 有一些注入一些活水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 台北市长蒋婉安也特别清零现场观赏比赛选手的作品 他表示期望透过这样的国际技能比赛 让在学学生累积国际竞赛经验 厨师也能提升国际事业精进厨艺 促进职业永续发展 我们邀请包括美国 加拿大 荷兰 葡萄牙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港澳等各界的精英高手 一起来到台北 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让台北走入世界 把世界带进台北 让美食之都再次站上国际舞台 好 对不对 当然我要非常谢谢 不只是我们内阶工会 还有所有为这一次大型赛事付出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这一次参赛的各位大厨们 那最重要其实台北市我们有非常多的美食 大家最知道的经典的台菜 有眷村菜 有原住民料理 有客家菜 当然还有大江南北 北方的面点 南方的江浙 川菜 粤菜 香菜等等 非常的丰富 台北市更有异国的料理 日式的精致 法式的经典 还有美式的大气 我想总总这些 如果说台北不是美食之都 还有哪里是美食之都 对不对 当然这一次我们的世界出王争霸赛 除了举办赛事 另外我们也特别安排 包括参与记忆的美学大厨 我们还结合教学 我们有美食学堂 更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我们推广参与的技职教育 结合这些技职学校 邀请这些年轻优秀的学子 来观摩 来学习 来感受这样国际赛事的氛围 2024世界储王台北争霸赛 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荡数年 再次盛大举办 让国际好手角足世界储王殊荣 大会并设立宁夏夜市 大龙夜市原住民美食 及胖卡餐车等各式美食联合摄滩 还有礼品抽奖活动 可说是好看 好吃又好玩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好看好 吧